第七十七集 事关重大,何志敏当然要找人商量。 他最信任的人莫过于桑莹和陆衡。 桑莹听完南龙去脉,问道 你咨询过律师了? 何志敏点点头 律师说,如果林世豪他们收购我的股份价格是合理的话, 这也是可行的。 现在就看我愿不愿意看着公司清盘了。 这是他父亲的心血,他犹豫也是理所当然的。 桑莹问 那你的决定是什么呢? 我想答应他们 那公司不是也有你母亲的一份吗? 就这么卖了,你不可惜。 何志敏露出几天以来第一次笑容。 我将来会做出一份让我母亲自豪的事也来。 他已经彻底走出阴影了,桑莹拍了拍他肩膀。 你决定就好了,我们永远支持你。 何志敏突然一把抱住他。 盈盈啊,要不你跟我结婚吧,罗尔有什么好的,不要他了啦。 当着别人的面翘墙脚,真的没有问题吗? 罗尔黑着脸把人拎起来丢到一边,将桑莹上次给他的猫饼干塞到何志敏手里。 拿去吃,一边两块钱。 何父的后事刚刚办妥,何志敏就答应了林士豪他们购买股票的要求。 相对于留在这个地方,他更愿意回到毕市去。 所以不想再拖延时间了。 林士豪李文心等人的动作也很快,买下何志敏的股票,随即就联名向法院提出清盘申请。 这个消息一出,很快震惊了所有人。 公司如果成功清盘,那无异于传王的帝国瞬间崩塌。 人人都觉得,何传王实在是精明一声,糊涂一时,林老了,财产如此分配,弄得现在,丧事刚完,就要分家。 法院的裁决也很快下来了。 判定,以朱凤琴为监护人的最大股东,要么买下少数股东手上的股份,要么就同意清盘。 朱凤琴当然不会去买股份,在其他人的窜走下,他拒绝购买股份,同意公司进行清盘。 而何志敏早就拿着卖出股份所得的钱回到了毕市,继续把钱投资在服装品牌的经营上。 对于桑莹来说,澳城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陆畔的新闻发布会很快就要召开了。 会上要公布导演等一系列人员的名单,所以他必须得到场。 发布会很热闹,不仅来了许多媒体,连戏里一杆演员的粉丝也自发组织来了,就候在场外,熙熙攘攘地反向空前热烈。 这部戏的导演是中语行,男主角是朱尔旦,也就是后来换了新之后的周绍芳,由周莫怀扮演。 而那个从周绍芳变成朱尔旦,后来成为金城的男配卷,则由港城影帝邵峰霜扮演。 女主角昭露是桑莹,还有两位女配,一位在剧中扮演一直深爱周莫怀的女子,由翁紫涵扮演。 而另一位则是与邵峰霜一起作恶的,由杨林扮演。 这部戏的爆点非常多,刚刚放出风声,就占据了各大网站的版面,被人翻来覆去,得死不疲地吵着八卦。 爆点主要有几个,一个是内地一哥跟港城一哥上演对手戏。 邵峰霜虽说是配卷,但她的戏份并不比周莫怀少。 而是,据说这部戏的女主角,原来是影后翁紫涵,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换成段数相差不少的丧营。 而且当制片方和导演邀请翁紫涵出演里面暗恋周莫怀的女配时,堂堂影后居然也答应她。 众所周知,翁紫涵早年跟周莫怀交往过,丧营又是最近跟周莫怀闹出绯闻的人。 这三角关系,眼不断理还乱,童演一部戏本身就内人寻味。 三世,在这部星光灿烂的大片里边,无论是周莫怀,邵峰霜,翁紫涵,随便单独一个拎出来,就足够单独出演一部戏了。 而他们,不仅挤在同一部戏里边,女主角还是刚刚冒出头来的丧营。 看上去,就像是几个大白明星,就为了推出一个丧营似的,让人禁不住揣测起丧营的背景来历。 有的说,是周莫怀想捧他,有的说,投资方跟港城陆家有关系。 还有的更离谱,说他其实是个红三代,或是军三代。 这些爆点里头,有的是外界添油加醋,自己脑补的,有的是投资方故意放出去的。 要知道,炒作的越厉害,就对电影本身越有利,何乐而不为呢? 发布会的台面也很有讲究,按照片中人物的重要顺序,依此排列下来。 坐在中间的,自然是导演和监制。 周莫怀既是投资人之一,也是男主角,自然也要坐在写要的位置。 接下来的,就耐人寻味了。 按照名气来说,周莫怀旁边的位置,本来应该是翁子涵坐的,毕竟人家名头摆在那里。 但是因为这部电影的女主角是丧影,所以翁子涵反倒成了坐在他旁边的陪衬。 很多人都不明白,翁子涵为什么要屈尊接下这部戏,甘当绿叶? 不少媒体也曾经在公众场合问过他这个问题。 不过翁子涵一律都笑着说道,因为他和周莫怀多年的交情,所以当时对方邀请他的时候,他就答应了。 就当是这次老朋友的首部电影投资。 这是非常冠冕堂皇的答案,让人挑不出一点毛病。 但也有人质疑了,翁子涵曾经当众宣称深爱周莫怀。 两人传出绯闻多年,大都是翁子涵主动的多。 在桑莫怀出现之前,人人都觉得周莫怀最后总会迎娶翁子涵。 所以,眼看自己喜欢的男人,找别的女人当女主角,他心里真的一点芥蒂都没有吗? 能在娱乐圈混击多年的人,会有这么无私的胸襟吗? 当然了,个别质疑的声音,都被更加强大的翁子涵粉丝的声音盖了过去。 会场外面,几拨粉丝在那里会合。 从他们高举的牌子上看,有的是周莫怀的粉,有的是翁子涵的。 邵峰霜的粉丝也很多。 白珍珍就显得有点可怜了。 几个粉丝拿着章纸,上面写着珍珍加油,被其他粉丝冲起一边,很是无奈。 坐在车上,桑莫甚至还看见人群之中也有自己的粉丝,比白珍珍的粉丝要多一些。 但是境遇跟他们差不多。 人数没有人家多,喊出来的声音也没有人家大,只能靠边站。 阿萨姆以为他心里不舒服,就难得和风细雨地劝道。 你现在名气摆在那里,确实是不如翁子涵的,就不要为这个不高兴的,不过这部电影前景不错,弄不好你还能拿个新规奖最佳女主角,到时候才算是真正晋升一线了。 见他无可无不可地硬了一声,浑然没有放在心上的样子,阿萨姆有点无奈了。 自从车祸之后,这个女人完全变了个人似的,不知怎的,运气也跟着翻倍。 像以前这种大制作的电影,求爷爷告奶奶,就算主动上门,给投资人全部睡一遍,也拿不到主角。 现在倒好了,只是认识了一个周莫怀,就什么都有了。 也难怪别人要捕风捉影,怀疑丧营是通过什么手段才爬上去的。 主办方已经事先跟媒体说好了,往昔的内容上靠,不要问无关问题,但是肯定会有人打擦边球的,你到时候可得随机应变,我坐在台下也帮不了你。 特别是别人,如果问起周莫怀和你的关系,你回答不了就找一话题,不要在台上发火,下面那么多双眼睛看着呢,也会有部分粉丝获准入场的。 阿萨姆叙叨叨叨叨,桑莫怀有点好笑,在他眼里,自己还是那个事事都需要提点照顾的本尊吗? 其实,连阿萨姆也说不上原因,他只是隐隐有点担心。 在保安的护士下,从各路粉丝的重重包围中,逃到会场后台。 在他来到之后不久,其他人陆续也到了。 来不及打声招呼,便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依次上台。 投资方财大气粗,醒来的媒体也特别多。 加上不分场外报名,参加活动,最后得到入场机会的粉丝,整个会场被塞得是满满荡荡。 酒店的工作人员也趁着上班时间偷偷溜过来看偶像。 粉丝都是事先经过筛选的,不会像场外个别狂热的那样大声喧哗。 他们正安安静静地坐在台下,欣喜地看着台上主持人与导演正在交流介绍这部电影,带着一种共同参与,与有荣烟的心情。 主持人先致辞,介绍了一下该电影的概况,然后就分别是导演等人的发言。 有些人临场口才好,反应快的,不需要发言稿也能在那里侃侃而谈。 比如周莫怀,比如翁子涵,比如邵峰霜。 桑莹却没有去出这个风头,他拿着阿萨姆给的发言稿,直接在那里照本宣科地念完。 不出意料,看到台下有些媒体眼里的不以为然。 他们不太明白,投资方为何舍翁子涵不要,偏偏选择了桑莹? 难道周莫怀喜欢他,已经到了愿意花钱给他铺路的地步了吗? 就算他们以前看过桑莹演的片子,演技可圈可点,但是终究比不上翁子涵的票房保障呀。 看看人家的粉丝,那就不在一个级别上呀。 不过,幸好有白珍珍垫底儿。 白珍珍看到翁子涵身材飞扬,也想邯郸学步,就不顾经纪人在台下朝他几眉弄眼。 临时弃了稿子? 无奈,水平不行,还用错了两个成语,惹得台下媒体暗笑不已。 接下来是提问时间,除了媒体之外,最后还会有几分钟留给粉丝,然后就是抽奖等互动活动。 主办方事先已经打过招呼,尽量围绕这部电影来说。 就有不少媒体询问导演,情节比起原著改动了什么。 问周莫怀,你为什么突然想要投资电影呢?是不是以后要转做幕后工作了? 问邵峰霜,戏里你要摒弃一贯的正面形象,会不会不习惯? 再问翁子涵,听说你还推剧了另外一部电影的档期,来演这部戏呀。 不知道为什么,前面接连好几个问题,没有人向女主角发问。 大家有意无意的,似乎把桑莹和白珍珍两个人给遗忘了。 白珍珍虽然脸上还挂着笑容,但是细心的人就能看出她不大高兴。 桑莹却没有什么异样,别人说她就听,没有像白珍珍那样怒情于色,也没有强做笑容,面色平淡寻常得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